马来西亚正在进行第15届国会大选 虽然在海外的大马选民无法回国 但仍可透过邮寄的方式在海外投票 在台的大马青年组成中文DG15 自发性统一回收在台选票 推出一系列懒人包、说明会等 并与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合作 帮助海外选民落实投票成立 民众要先到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网站上登记 登记后选民会陆续收到选委会寄来的选票 填好投票资料并密封后 选民可以自行快递寄回大马 或是交给团队志工带回国内 把选票送回各个行政区完全投票 选委会在7号寄出选票 志工从11号开始回收 但截至收票日的第三天 全台却只收到16张票 在其他国家也遇到相同问题 团队了解后发现 有大量选票还滞留在大马国内 导致目前约有97%的在台选民尚未收到选票 恐怕无法在宣具投票日19号前 将选票送回大马 中文第一局15向大马选委会提出请愿书 希望当局能够重视并马上解决问题 选会7号的时候会把全部选票寄出后 到现在其实已经7天的时间 在这些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SPR其实一直都没有在做回应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一些施压 SPR针对这件事情做回应 海外选民想投票却收不到选票 对照目前世界主流的海外投票方式 是由国家的审物组织 在全球各地设置定点投票站 投票和开票都可以在当地完成 相较于邮寄选票 投票流程更加简单便利 也可以降低选票运送过程中丢失 或是经有新人士涂改的风险 人肉送票可能还有存在一些风险 对于投票的人来说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在大使馆进行投票这个动作的话 会觉得比较受到保障 整个过程中让我们觉得 有点重重困难的感觉 学生们自发组成中文低局艺术团队 带动海外选民更积极参与选举活动 旅之海外也有投票的成立 希望政府单位能更重视选民诚意 给予协助让未来的海外投票更加顺利 记者戴静文 林文君 詹金雅 台北采访报导